marine爱情 继续找到来-食得开心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胡150元 今天我也继续做大提供 为食为VIVIANS 所以因为身体抱怨的关系 所以由我這個大食仔軒仔代替做主持 很多風水師都說要計五行 至於食物方面 原來也有一個五行的飲食法 總之是吃得健康、吃得開心、吃得均勻 就是有個健康的身體 所以我們今次的節目中 繼續請來媽媽跟大家說一說 究竟除了湯水之外 怎樣為之叫做五行健康的飲食法 媽姿你好 好像我之前一直聊過的時候 都說到除了無火煮食 還有小鹽和小油 這些健康的煮食 除了這種方式之外 你最近都說要推廣一種叫做 五行的飲食法這個概念 其實是怎樣的 風水的五行我聽得多 飲食的五行是甚麼 其實都是說均勤飲食 因為均勤飲食其實都是不時不息 因為我們做飲食的 要不時不息其實都可以這樣說 也是順理成章 材料方面 也是對人體方面 因為你是時令的東西才推介 某程度上都是最美的 如果你在坊間現在飛機來的東西 始終都是外地的東西 小食都環保一點 是吧 現在政府都是這樣推人 我們因為五行 其實均勤飲食來說 好像有點拉不上來 好像說到有點風水的感覺 原來真的研究原來不是 在皇帝內經 其實已經早有五行飲食 五行飲食分為味和色 味和色 對 因為色香味 我們會說色東西 色是我們比較容易感覺 色是分譬如金木水火腹 我們在飲食中分為青、紅、白、黑 五個色分為飲食的顏色 大家都知道青是菜 紅是菜的一種蕃茄、金筍 那些都是屬於紅的 黃是芒果、生果 菜是黃牙白、椰菜都是屬於黃 粟米都是屬於黃 白是白米、麵、粉墊類的東西 豆腐那些 黑色是菌類 黑木耳、風菇 那些都是比較有益的東西 很容易會知道有不同的顏色 有不同的材料配搭 味道分為酸、苦、辛、金、甜 應該是鹹 酸、苦、辛、金、鹹 酸、苦、辛、金、鹹 應該是鹹 酸、苦、辛、金、鹹 大家要記住了 酸、苦 食物有很多瓶 醋 但苦是甚麼呢 涼茶 當然不是 這是甚麼 原來苦除了苦加之外 其實酒類的東西都是屬於苦的 苦味 酒類是屬於苦的 苦味 苦味 味覺上是屬於苦 酒始終 雖然是甜和酸的成分比較高 因為葡萄酒是酸的 但中國酒味是帶甘味的 那就酒了 另外 甜就知道了 糖 糖 辣 甘 甘 甘 辣 辣椒 辣椒 還有咸 大家都知道 咸味的東西 就是鹽 調味料是這樣分的 我們在食物上的五行 將它均衡 用這五種的味道去配合 等於你吃東西 你喜歡吃酸的 但如果你經常吃酸 可能對某一個心肝脾肺 某個程度上 都會不太平衡 如果你說 我喜歡吃辣的東西 現在天熱 很多人都沒有胃口 吃很多辣的東西 吃很多辣的東西 多吃也是沒有益的 對聲帶 或者呼吸 都會有影響 所以有時候 媽媽說 不要吃那麼多 熱氣東西 油炸東西 其實油炸東西和熱氣東西 都是因為油的份 就是焦糖多 可能對某些肝 就不會太好 就是負荷 令它們去販毒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種方法 去將食物分類 亦是帶了另一個訊息 就是均衡 均衡飲食 可能我們的菜牌 比外面的酒樓特別一點 分類 可能用色 色水分類 用菜式的色水分類 就不是豬牛雞 或者在味道 有些人會個別喜好酸 可能用酸苦 甘辛辣去分類 令到他們個別喜好的 某類食品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選擇 這個可能是另一類的嘗試 希望大家的顧客可以接受 或者在這方面 大家去拿一個平衡 但建不建議大家 例如吃這些菜式的時候 例如你們去吃飯的時候 會不會點菜也會有點雲 這麼多的味道 吃比較健康一些 其實這樣當然 故知也好 因為等於我們去點菜 也會點魚 點肉 點菜 都是平衡一個套餐 我們都會設一些套餐 將會均衡的 或是金木碎貨圖 玩一下 碎貨圖 像剛才媽媽所說的 吃這些菜式的時候 都會對應自己身體各個方面的內臟 甚至可能是 咬耳口鼻這些 全部都會對應 不是 只是彈球康心 吃得開心 吃得開心要吃得安心 其實都是吃得舒服的意思 等於回家吃飯 有時都未必是大魚大肉 但是因為家裡的環境 和媽媽煮的東西 都是知道你的習慣 喜好去攀跳的 在食味上會吃得舒服 其實這也是我們希望的理念 彈球是吃得安心 吃得舒服 吃得開心 最重要是這件事 但是中國人 尤其是我們廣東人 很喜歡說 有一口湯水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但是中湯和西湯的分別 你們又如何去分配這件事 其實中湯和西湯的分別最大 就是中湯我們都注重明火 明火的意思 其實無論你用電或煤氣 其實傳統是一個時間的製作 為何說媽媽煮湯特別好喝 因為媽媽下了心機 而且真的煮了幾個小時 就不同西湯 西湯始終會用一些添加劑 或者用一些其他攀電方式 令它促成 或者用高壓鍋 令食物比較融化 就像忌廉湯一樣 忌廉湯也會打底 湯底去煮 跟中湯有所不同 質感多一點 還有有渣食 那是 吃湯渣才有益 大家要記住吃湯渣 對 湯越多渣就越好吃 對 中國人來說 其實湯水對中國人有多重要呢 對 湯水因為滋潤 因為始終吸收會好一點 等於我們有時不舒服 或者沒有胃口 你不想咬那麼多 那喝湯是否流質 流質始終吸收 對 吸收容易一點 對 這是必然的 因為湯水 我們中國人始終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你滋潤 滋潤 滋潤多一點 腸胃都容易吸收一點 通常應該有什麼湯水 是我們應該可以常喝的呢 比如可以推介一下 其實時令的湯水 一般像你的紅青蘿蔔 就算雖然很普遍 或者你薯仔蕃茄湯 是我女兒最喜歡喝的 她每次回來都說 問她喝什麼湯 她都說薯仔蕃茄 對 也有益 因為蕃茄 薯仔蕃茄 又飽 可以不用吃那麼多飯 吃了湯叉 變成她是時令 時令你什麼時候煮什麼 而且因為我們每天煮 其實都是要拿平衡的 我們每天 一個星期七天 我們其實有14個湯 輪流煮 都已經很不空 有時煮藥材湯 都是好的 例如花崎芯 但如果現在天氣很熱 煮一下冬瓜二米 清熱 或者有時大事大事 我們煮一下蓮藕 認一下蓮蓮藕魚 或者粉葛 有些人喜歡喝紅湯 紅色的湯 好像覺得濃一點 即是粉葛 煮尺小豆 鯨魚 鯨魚 這些我都是跟媽媽學的 平時湯水這件事 很多都市人來說 都應該要喝的一件事 其實現在時勢是多 多人肯付錢喝湯 跟之前不同 現在坊間有幾十元一包的湯 很多人買 那些湯包 不是湯包 煮好的湯 有的 現在坊間也有的 現在坊間也有的 不過那些始終經到一個運送 途中 當然有些添加劑 但如果我們現在煮的湯 我們就圓中燉的湯 都可以拿走 圓中燉可以拿走 不過麻煩一點 你拿個鍾來給我 如果你倒出來 就要馬上吃 不然會這麼好 有些客人很頑皮 不給你一個鍾 是大手抗金的 大手抗金 原來喝了大家 不可以奶罵 其實這樣圓中燉出來 譬如說 這樣燉的方式 去做一個湯水 和我們所謂的叫做滾湯 其實營養價值是否有偏差 看看你用什麼湯 如果譬如青菜那些 因為始終它新鮮 即是魚湯 就一定要滾 因為它不滾不出味 而且魚始終要煮了 才會好像奶白色的湯 是煮出來的 不明白為什麼 魚煮出來之後 那些湯是又很鮮甜 和很奶白色 為什麼呢 要煎過魚骨才行 即是一定要煎過的 魚骨不煎過 它不會奶白色的湯 很奇怪 這件事真的不知道 其實不煎也可以 可以焗的 是嗎 如果你家裡有焗爐 焗了魚骨來煮湯 很好吃 就沒有那麼多油 通常做魚 可能怕朋友 不吃魚 也是喝魚湯 喝魚湯也可以是精華 可以訂購的 我幫你先焗骨 用焗爐焗香的骨 去煮湯很香 不過這個真的製作衰事 大家有沒有聽到 媽子說到 如果魚湯要煮的話 其實都花時間 但如果水喝的話 可以下到魚頂 好了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吃得開心 哇哇哇 這雙風感冒 還是剪得不好 可能是氣管敏感 持續氣管敏感 不用擔心 現在已經有抗炎預防藥 可以控制徵狀 咦?沒有人喝了嗎? 用了多樂士加勒安環保漆了嘛 美國製造絕無VOC 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還有全新推出的 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 保護更全面 想知道多些 上多樂士網頁看看吧 小朋友花很長的時間 在書桌上應付功課和考試 一些根據人體工學設計的兒童卓椅 可以配合我們的身高、手長 調教適當的高度和斜度 另外座椅就可以調節高度和深度 這樣對小朋友的脊椎成長 都有正面的作用 Freemax 補援你脊椎的人體工學工作站 上載Samsung NX200 - 室內設計源於生活藝術 方便你日常所需 優化你家居環境 表達你對生活的品味 寫意家居設計 20多年來室內設計 裝修工程經驗 盡心盡力為你打造 寫意家居、寫意生活 寫意家居設計 碟碟罕見 火鍋配料 會以驚喜創新湯底 火鍋的一哥 首選寶哥火鍋 Quick Step 環保高科地板 原裝給你試入口 安裝方便 容易打理 如有任何查詢 歡迎親臨快二店 嘩嘩嘩 喝了東西咳到汽車 可能是氣寬敏感 體內有白衣氣 可以誘發咳嗽氣喘 用口服藥物就可以控制徵作 一個全新秘密 令你看起來更年輕 暫身拿生科技 納黑白 繼續回來吃得開心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胡有軒 今集的節目裏面 繼續有請來媽子和我們聊天 媽子你好 上一節繼續跟大家說了很多 吃東西的概念 比如說你剛才說到的那些 五行的飲食法 也要吃得健康之餘 也要吃得開心 就是酸苦甘辛咸 各方面的食物 吃完總之 吃完它 人身體就會健康一些 均衡 均衡一些 也要說到湯水這件事 其實很多朋友說 我們年輕人都市人都很喜歡 出到茶餐廳 或者可能在外面吃東西 但是通常他們都會 一個飯裡面 都會有一個送荔湯的習慣 但是有時候就會說 送的荔湯 我們通常這些年輕人都會選擇 寧願選擇飲品 都不喝荔湯 其實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有個誤解 就是說外面那些 可能會不會用味精來煲湯 所以其實說不想喝外面的湯水 就怕他們因為味精重 其實是否一個我們是誤會的 還是怎樣說 是否真的外面的湯水 說不健康 不是很健康 其實都未必是 全部一系 某一些因為市場的問題 因為價值問題 如果荔湯做一個負產品 可能因為沒有價值的觀念 某程度上可能在製作方面 就隨意一點 就不會這樣控制 或者某程度上 因為他們的餐種問題 他們都是想你多喝東西 因為凍飲加三元 對 凍飲加三元 對 但在我們公司 湯是我們的主打 我們會用心一點 而且我們不是做一個副產品 這是我們的主打 所以我們在這個情況上 跟外面真的大有分別 其實我們來這裡吃東西 喝湯是最划算的 我也跟客人說 你喝湯是賺一點 賺多一點 反而你喝飲品 反而我們的成本是低一點 但有時候天氣熱 有些人真的喜歡喝冷的東西 如果兩樣有了 當然最好 其實我們兩樣有了 都很便宜 只要加幾元 其實我們這些年輕人 通常都很貪心 有益得來 又要過癮 譬如說 我們喝完湯水 當然要先喝一杯冷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 其實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 其實我們都很選擇 因為我們其實所有湯水和涼茶 我們現在都做一個POMO 說的是百元雞 或者可能要喝涼茶 都沒有問題 媽媽煲的味道 因為我們不下冰 真的煲好原煲雪凍 不加水 會更完美 就算你腸胃不舒服 也不用怕喝冷的東西 不肚痛 不能喝冷的東西 也不怕 因為我們真的煲好雪凍 去做一個凍品 就不是加冰的那些 其實為什麼 好像媽子你說的 媽媽的忠谷 叫我們經常不要外出喝冷的東西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那些冰又是怎樣來的呢 因為現在市場不發達 那些冰全部都是用蒸餾水 或者過濾的水 因為它沒有煲滾 即是沒有煲過 對 所以等於喝冷的東西 等於喝水 所以媽媽說 常常不要喝山冷的東西 其實就是因為冰是生水 所以你喝了冰的東西 喝了生水 肚子便容易攪肚 尤其是有時候你喝完冷的東西 喝奶類的飲品 就更加容易攪肚 容易攪肚 容易攪肚之後 可能就不舒服 有少少肚死的跡象 對 也不是那麼好 令到自己的教練都不舒服 舒服 有時候行底 有時候行底 喝了冰就會頭痛 影響的精神也不太好 但現在天氣熱 大家都喜歡喝冷的東西 就是偷偷地喝少少 像我們主持這一行 有時候我們儘量避免喝少少 不要喝太多冰的東西 我通常都是很少喝冰的東西 偷偷地喝少少都可以的 因為保住喉嚨 但好像你剛才說到 你說那個寒底熱底的區分 有沒有說哪些人喝哪些老火湯 對他們的身體會有幫助一些的 也會的 因為我們煮了幾個湯 燉湯我們都分一些滋補的 例如手烏燉雞 或是蟲草花那些 就是滋補滋潤 但如果年輕人 我不想喝這些 日材湯 我們有燉苦瓜 燉冬瓜 燉冬瓜 這些就是清潤 有些清潤 就是蓮子燉冬瓜 或者苦瓜 最喜歡排骨黃豆 豪士燉苦瓜 那些 那些一來湯尿多 二來湯比較清潤 可以說涼 一定要吃湯渣 要的 那些湯渣才是最好吃的 那些苦瓜突然很軟 很滑 或者我們看到 有一張照片 都可以介紹給大家 這個湯 也是你們其中一個招牌的湯水 對 這是松草花燉竹絲雞 松草花燉竹絲雞 有些檔心 桂圓 紅棗 這些都是比較滋潤的 現在喝都可以 不是很醜的 那些 那另外一個 就是手烏 叫四物 有些當歸 屬地 村公 那些就會行氣 即是女士會比較 其實男士都可以 因為那些手烏 飲了湯 頭髮更漂亮 更漂亮 眼眉毛更漂亮 更長 那些 不過天熱 有些人會覺得 喝完很熱 如果有些人 降低喝就好 例如底子比較降涼 喝這些會均衡一點 有沒有說 那些女士 譬如說 有些湯水 是特別為她們而設 讓她們補一補身 因為你也知道 有時女士每個月 都會有幾天來的時候 會不會都要讓她們補一補 因為現在 這些個別性的 我們就沒有特別去做 一些這樣的餐單 不過有些客人就會 打電話來訂 即是會特別 訂訂 可以補一補 媽子 訂一些乳鴿 那些會比較滋潤 用一些不同的藥材 可以這樣說 在湯水方面 在你們的廚房 都有很多去研究 都有的 因為始終這個競爭都大 我們都要起 有時每時 時令會轉變 我們的餐牌 通常都會三個月 一定會換一個餐牌 會不會有些朋友 譬如說 除了你說是 寒低熱低之外 可能有些人 那個 氣虛一點 或者可能身體 虛弱一點 那些有沒有什麼湯水 是令到他們有幫助 一些 其實說湯水 不離都是藥材 譬如當歸不期 那些 就會行氣活血一點 那如果你說清潤一點 那你現在那些 淮山事實 那這些都可以 一般都可以 就是清潤滋潤 那你說如果真的 好像有些生完寶寶 坐穴那些 它就會燉雞 那些 那些會好一點 就是當歸那些 會補一點 嗯 就是呢 我就知道 你們那些湯水 是圓中燉的 是的 其實這樣燉一個 一宗的湯 和我們 可能在家裡煲湯 甚至乎在外面 酒樓去喝的湯水 其實那個做法 甚至乎 可能那個 那個藥用 甚至乎那個味道 那個滋補價值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說 你說藥用的價值 就真的因人而異的 但是如果你說營養價值 因為你圓中燉 就會將所有的營養 會在一個濃縮一個湯 就是一宗裡面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流失 和控制的火候會好些 因為如果你的酒樓 大大盆那些煲 因為始終你來光顧的時間 那個差異 它很難去控制火候 如果現在我們定一個標準 譬如我們燉四個小時 那樣我們一定會起了出來 就不會繼續再燉 那你的渣才能吃得 因為你那些苦瓜冬瓜 如果你燉了三個小時 你不再拿出來 載到你吃的時候 一邊燉著 都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那時候會融掉 變成不能吃 就是一邊燉的時候 它就會爛掉 溶掉 那我們就會 因為用紫砂 紫砂鐘 透氣 就算進雪櫃 它還是能夠保持 裡面的質素 到你再來吃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鎖定的標準 就是不會壞 因為你的時間不同 你就會有不同的情況 湯水 會穩定 所以用中椅 方便這個處理 因為你煲湯 一定要吊著火 如果煲得太久 你今晚12點來光顧 和你今天6點來光顧 火候會差很遠 所以煲湯和燉湯 最大分別是這裡 火候控制 火候控制 有沒有說 譬如說湯的材料 有沒有說 我們譬如 好像我們說 有些年輕人 經常都有些 不清楚的地方 究竟有時候 煲豬骨 又煲豬腱 或者可能煲 每一個 部位 部位的湯水 其實那個分別又在哪裡 其實煲豬肉 煲豬肉和豬骨 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看吃不吃湯渣 其實說有營養 當然豬骨的鈣高一點 但如果你想吃湯渣 豬腱又不懂 有肉吃 所以說不同之次 大致上是這樣的 其實都沒有大分別 如果你說不吃湯渣 豬骨熬完之後 鈣多一點 因為骨你不吃 如果之前 我們中國人 有時候都喜歡 一個湯做菜 我小時候 你媽媽煲腩肉 然後把腩肉撈出來 切切切切 那些更好吃 是吧 就不煲那麼軟 一來這樣又有多一個菜 這個就是家裡的問題 就是做製作的菜 二來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佳餚 因為煲完湯的豬肉 它有個湯 落了湯 有些精華 二來煲完的粥 沒有那麼多油 我們做菜 都是一個挺好的菜 是吧 通常說到 湯渣這一點 有很多朋友說 很怕吃湯渣 其實是否因為煲完湯 飲完湯 吃完湯渣 才有營養價值 坊間就有很多人這樣說 你看看你煲什麼 好像你煲苦瓜 當然要吃湯渣 因為那些瓜菜都是最高營養 把肉的精華 和它混合 但如果你說煲一些中藥 湯渣可能中藥都已經煲出來了 沒有什麼用 但你說如果譬如煲雞 始終雞肉都吸收了藥腸的精華 然後你吃完雞肉 便更加營養 聽完媽媽說這麼多 關於湯水上 和飲食方面的知識之合 大家只要真的很想喝一口湯 因為媽媽就好像和媽媽一樣 用心出來煮一頓飯給大家吃 只要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嘗一些湯水 甚至各式的一些小菜 總之吃到很想媽媽煮出來的味道 不妨可以記得以下這個電話 就是2499-0455 2499-0455 可以叫媽媽 準備一些家庭式的菜式 讓你自己去品嘗一下 我們今次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的吃得開心 再和大家見面吧 拜拜 我們下次見